当地时间11号晚上9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 2024年巴黎奥运会闭幕式 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 随着奥运烛火炬 缓缓熄灭 巴黎奥运会正式闭幕 当晚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法国巴黎举行闭幕式 闭幕式演出主题为记录 现场还进行了传统的 各运动代表团入场 以及奥运旗帜交接等活动 举重奥运冠军李发兵 和女子曲棍球队队长欧子霞 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骑手 手持五星红旗入场 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参赛运动员404人 共参加了30个大项 42个分项 232个小项的比赛 在11个大项 14个分项上 获得40斤 27赢 24桶 共91枚奖牌 金牌总数和质量取得突破 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达60名 创境外参赛历史新高 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持平 此外在射击游泳举重项目上 打破世界纪录一项 创造奥运会纪录九项次 随着奥林匹克会期 从巴黎市长手中 经由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交到2028年奥运会东道主 洛杉矶市长手中 夏季奥运会正式进入洛杉矶时间 最后巴赫宣布 第三十三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法国巴黎闭幕 代表各大洲的运动员们 一起吹灭了奥运圣火 2024年巴黎奥运会落下帷幕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 首先要请教时事评论员李胜峰先生 李先生您好 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 取得了自1984年全面参加夏季奥运会以来 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那么您怎么看中国代表团 此次在巴黎创造历史呢 这一次的成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就是前十名的这个奖牌的获得者 除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最有实力的发展中国家之外 全部都是已发展的国家 换言之 体育的实力和国力是有密切的相关 虽然是如此 西方还是不太能接受中国的阶级 总认为中国的阶级除了政道之外 还有其他 例如这一次的要件 就很针对性的针对中国的游泳队 金牌中的金牌就是四牌的接力赛 这个一项是由美国或者西方 独占额头的项目 既然这一次被中国拿到了 而且还破了纪录 开始他们是不厉害接受的 但是成绩摆在前面 也不得不要接受 所以从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和西方的竞争不是在讲道理 而是拿实力 只有实力才有花言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在奥运会里面 我们找到了民族的信心 我们找到了民族是可以努力发展 然后在世界上发扬光大的 最后我想再拿一个 你可以说我是RQ 但是也别忘了 这也是一个事实 假如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 那香港的两面金牌 台湾的两面金牌 合计在一起的话 那中国人可有44面的金牌 还是领先美国的 我们为中国队加油 我们为中华队加油 我们为香港队加油 因为这些都是 炎黄祖身的 展现出来的傲人的成绩 在世界上 我们必然会越来越花扬光大 谢谢李盛峰先生 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 滕建群先生 滕先生您好 中共中央国务院 向参加第33届奥运会的 中国体育代表团之贺电指出 我国体育建而坚持拿道德的金牌 风格的金牌 干净的金牌 那么结合本届奥运会 发生的一些负面信息 比如美国运动员兴奋剂黑幕等 请您谈一谈对中央贺电精神的理解 这从几个方面体现出 中国参加国际赛事的精神风貌 第一方面 它其实是中国改开放的重要成果 我们都知道 中国在1932年的时候 就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空手而归 当时在几瓶肌肉的背景下的话 中国能够派出人参加 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件 那么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 中国代表团成功地拿到了15块金牌 那么这种发展来看的话 其实跟改开放是同步的 我们知道1978年中国开放改革之后 中国体育事业也蓬勃地发展 所以它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具体成果 第二方面 第三三届巴黎奥运会见证了 中国在体育事业各个领域里边的 纷纷开花 比方说在网球 在游泳 在拳击等各个领域 都有了突破性的进步 所以我们是一种包容的姿态 那么第三个方面 也体现出我们的举国体制的优越性 同样我们不妨做一个比较 那么有14亿人口的印度 在这次奥运会上 只拿到了一枚银牌和五枚铜牌 而我们拿到了40枚金牌 27枚银牌和24枚铜牌 这样一个成果 很显然中国的举国体制 它具有强大的优势 那么第四方面 我觉得还是我们充分地利用了 技术的进步 比方说我们的游泳运动员潘展乐 在介绍采访时就公开的讲 它现在我们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各方面得突破 主要还是利用了现代技术 那么用在技术支持方面 用在平常的训练当中 现在不仅仅是要有体力 要有这种力量 它更多还需要从技术面上进行 对于每一个细节的分析 那么中国这次在巴黎奥运会取得 如此光辉的业绩应该说是我们改开放成果 是我们举国体制的一个成果 那么同样也是我们包容开放 也是我们充分利用技术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这体现出我们的现代化 它是方方面面齐头并进向前发展的 这样一个大国的事业 民族复兴呢 当然也包括我们体育事业的复兴 是的 坚持拿道德的金牌 风格的金牌 干净的金牌 中华儿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体育精神 让世界看到 由中国重角的 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 谢谢滕先生 请不吝点赞订阅